脸书上时常po出喊艺人曹熙平的合照 他是曹熙平的干儿子Jeremy 这个月初七十多岁的爸爸 发现妈妈没有回家赶紧报案 没想到警方竟然只是打发他们 但找到人来不及了 已经变成冰冷一体 Jeremy说事发时他人在日本 十三号爸爸发现妈妈不见了 不接电话 十七号到二十三号时 都只用讯息说没事我去工作 但家人都知道妈妈身体不好 不可能去工作 忧心是招人绑架 跟警方报案得到的回应 确实如此 民口分局没有受理报案 只要家属别担心 但怎么可能放得下心 儿子太无助 只好叫爸爸再去行装分局报案 却也没有结果 Jeremy说哥哥就像是家中的 不定时炸弹 曾经对爸妈动粗 他和妈妈一起失联 就已经让家属起了疑心 后来又发现 两人一起沉湿在台东旅馆 Jeremy和曹熙平都相当难以接受 质疑警方的办案态度 要是积极一些或许就能挽救这场悲剧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